好久沒用, 現在握上手有點不習慣 那是對的, 你現在貴為娘娘 懂得做奴婢的事, 不需要記掛心頭 那我是不是應該把昔日的好姐妹 都忘記得一乾而成? 那如果娘娘是要忘記奴婢的 奴婢也沒辦法 你真是很壞, 人家不開心才來找你 你還尋別人開心 什麼事? 皇上這幾天多了去仙居殿 他有賢妃相陪, 就不用我陪 還是多虧你 你在皇上身邊說了這麼多賢妃的好說話 我所說的一切都是發符心, 然其實… 我和你開玩笑而已, 你這麼緊張 我怕你誤會我 你這個人怎麼樣? 我做姊妹的怎麼會不知道? 不像那個馬元智處心積累 以為假造仙石就可以令皇上對賢妃改觀 但也無功而還 反而吳及三好, 你一句話也有力 可以扭轉乾坤 賢妃是任性嬌種, 不過他本性不壞 這次他善心救兔, 皇上才對他改觀 如果你可以和賢妃和平共處 皇上才可以深無旁無, 專事國政 他會有任性嬌, 對了, 我知道怎麼做 我叫姚三昏, 凡事釀三昏, 忍三昏, 退三昏 娘娘早就叫露皮出來摘花 是不是用來做香昏? 是用來做糕點, 以鮮花入棧 不同的花代表不同的意思 就像蓮花代表花虎並帝 石榴花代表多福多寺 那倫娘一定是想吃了之後 可以和皇上甜甜蜜蜜, 多生鬼之靈 糕點不是做給本宮的 是要來送給姊姊的 給賢妃的?包公公說 皇上更有多番寵幸賢妃 娘娘為什麼還要為他感上添花呢? 姊姊得到皇上寵幸, 作為妹妹的 應該開心自合 在皇上心目中, 這麼刁蠻淫性的賢妃 都可以變得溫怨又盛 一向大方得體平和親口的本宮 又怎麼可以被比下去呢? 姐姐和皇上歡聚, 本宮除了送糕點 還要送多點鮮花過去, 贈慶天 娘娘越是樂樂大方 皇上就越覺得娘娘, 賢娘淑德, 胸襟廣闊 給豬賢妃處處勝負一層 那今晚, 龍氣就幫娘娘送過去 對, 鮮花糕點只是前奏而已 本宮還要給他們多一個兵器 那才能顯得本宮誠意深厚 好 奴才參見皇上, 賢妃娘娘 奴婢奉勵妃妃娘娘之命 送上糕點給賢妃娘娘 那些糕點全是勵妃娘娘親自命私善皇做的 對, 這一款是蓮花糕 祝皇上和賢妃娘娘花開並投 這一款是蜜祖桂花糕 祝皇上和娘娘甜甜蜜蜜 雙蓮菊花糕 祝願遊影皆相 好, 好戲法 麗妃娘娘還命奴才送上鮮花 在哪裡呢… 桃花雙影, 心想事成 茶花盛放, 永智南亡 最後祝皇上 吉祥烈烈, 繁花敬念 好, 非常好 麗妃娘娘祝願皇上和賢妃娘娘 福祿滿載, 情意綿綿 永遠微開眼笑 麗妃今天真有心思 朕今晚很開心 麗妃娘娘說 能夠令皇上和賢妃娘娘開懷歡唱 是她最大的祝願 難得麗妃這麼為人設想 善解人意, 細心體調 你以後要好好向麗妃和賢 臣妾謹遵皇上教誨 替朕賢麗妃金白兩匹 梁州美酒兩湖 勞才遵命 勞皮代麗妃娘娘叩謝皇上 蕭信, 你今天的戲法非常精彩 將來朕慶之所致 再傳著你過來表演 謝皇上聖恩 祝全香港市道暢旺 氣勢如龍, 恭喜恭喜 新的一年祝全港市民 財富自由, 有車又有樓 恭喜恭喜 龍年度, 祝你行運一條龍 餐餐加菜, 點心一點多兩龍 恭喜恭喜 龍年度, 祝你 龍年度, 祝你 龍年度, 祝你